歡迎繼續收看 App Inventor 科程 接下來會介紹兩個有關音樂的工具 一個是音樂播放器,另一個是音效 這兩個功能都是一個非可視原件 即是不在畫面上出現 而這兩個功能做到的效果都相似 不過一個音效是有時間限制的 而一個音樂播放器,就可以播放整首音樂 接下來會介紹一個簡單的例子 去說明音效和音樂播放器的分別和用法 在畫面上已經做了一個簡單的程式按鈕的例子 中間也做了兩個按鈕 一個是播放按鈕,一個是暫停按鈕 首先說的是音效這個工具 我們選音效,我們會看到音效這個原件只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最少間隔,另一個是來源 最少間隔是指每一個聲音之間的間隔有多少 另外一個來源就是指音效要播放的一個路徑來源 這個路徑來源通常我們都會先上載在素材的地方 在素材的地方,現在已經上載了一個叫做 claim.mpv的一個檔案 之後我們會在程式裡面取得這個mpv檔案的名字 然後進行播放 來到程式設計的部分 我們會看到工作面板上已經有三個不同的程式 第一個就是Screen初始快 即是一開始設定程式的一個部分 第二個就是按鈕1和按鈕2 按鈕1就是播放的地方 第二個按鈕2就是停止的地方 我們可以先看看音效的部分有什麼按鈕 在這個地方有幾種顏色的 第一個就是Sound Error 如果這個聲音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會在這個地方可以輸出一個訊息出來 這個訊息就可以在這個地方選擇 通常的做法會是可以用一個 Label 1或是標籤1的工具 然後把訊息輸出來 做一個可以讓大家知道發生錯誤的原因 另外在紫色的部分 就是一些播放、暫停、回復和停止等等的操作功能 另外在下面分別有一個最小間隔的設定 以及有另一個來源 它的聲音來源的地方 我們看看這個程式上的內容 我們先看看初始化的地方 我們先設定音效1的來源 就是用一個文字的方式 去選擇了它的程式的音效檔案名 就是這個名字 接下來在第二個按鈕的部分 我們首先先呼叫音效1的播放 而我們再在這個標籤1 在畫面這個source旁邊的地方 我們設定標籤1的一個選項 我們將標籤1的文字 設定為音效1的來源 就可以確定在播放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它這個 音效的一個檔案的名稱 最後一個就是 就是當我們要停止音效 我們就直接選擇這個 呼叫音效1停止 去直接停止整個音效的播放 現在我們可以看看 它運作時候的結構是怎樣 我們現在來嘗試看一下 程式的效果 打開了程式之後 會看到是有兩個按鈕的 source旁邊有三個 一個畫就是一個Label1 當我播放這個音效的時候 它就會輸出名稱 如果當我播放的時候 按中間這個正方形的停止符 它就會停止了整個音效播放 就會看到兩座不同的效果 會播放 會不會再聽到